重康社区大学乌来分班期末在乌来打卡工坊举行成果发表会 展出乌来去齿群的织品创生以及泰雅传统平文挑织两个班级的作品 创生班这期是利用织布加入皮革元素 展现现代织品变化多端的一面 另外泰雅传统平文挑织班主要是教授泰雅传统地基 作品包括带有泰雅传统织文的织布及织带 我们创生班这一期的主题是用一枚材的结合 所以我们用皮件跟织布 然后就卡片织把它结合做成一个成品 有的是我们有做了背包 然后做一个小的饰品 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没有传承的话 我们也没有这些东西 泰雅传统平文挑织班学员张成轩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课程 因为有着一半泰雅协同 对于圆明传统文化相当有兴趣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泰雅编织之美 我对这方面的文化很有兴趣 然后我想说试试看来学 然后就是想一想就决定就是过来学习 所以就是感想的话我就就是社区大学 我们就是帮把一个文化的传承 能够借由课程来把它延续下去 这次的成果展还有重光社区大学20多位学员 特地远道而来共享盛举 两个编织班缤纷又精致的作品让他们打开眼界 也相当肯定学员及讲师 努力延续泰雅编织记忆的用心 甚至有学员表示 下一期一定要报名参加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